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起床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 娶了你这个懒媳妇 也不知道早点起来做早餐 就等着我做好伺候你吗 张婷躺在王斌的臂弯里 嘴角委屈地撇了撇 眼泪差点就出来了 王斌吻了吻张婷的额头 亲爱的 对不起 我妈就这脾气 委屈你了 王斌的拥抱像是给张婷注入了能量 她从床上爬起来换了家居服 钻进卫生间迅速地打理好了自己 卖的小碎布跑到了厨房 给婆婆打下手 看得点 做鸡蛋羹要用温水 要先放盐 火不能太大 蒸的时间不能太长 也不能太短 出锅后放白醋和香油 别的调料不能放 要不咸不淡 不凉不热的时候吃 冰冰就好吃这一口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脑子里装的都是豆腐脑吗 做出来的鸡蛋更香烂豆腐让冰冰怎么吃 吃了还有营养吗 婆婆手忙脚乱着 嘴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地向张婷射击 张婷感觉自己被子弹射成了筛子 眼泪在眼眶中打断 她忍了忍 揉声说 妈 让我来 你在旁边看着 我哪里做得不对 您指出来 我一定用心学 跟你好好学做饭 学做家务 结婚才两个月 张婷就被婆婆捏成了软柿子 揉成了小毛咪 在张婷看来 婆婆简直可以拿 奥斯卡小金人了 变脸简直不逼 脱裤子还快 张婷和王斌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 交往了一段时间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王斌要带着张婷第一次回家见家长 张婷被眼前的状况就弄懵了 王斌住着一套一百多平的大房子 而且地段特别好 要知道这是在上海徐家会最繁华的商业地段 周边有知名大学 有重点小学 王斌平常装扮朴素 花钱也不大手大脚 张婷一直以为王斌跟他一样都是魔都的过客 谁料他竟然是主人 张婷还没有回过神来 王斌妈妈就四眉善目的闪亮登场了 他拉着张婷的手就不松开 夸他长得好 说话像唱歌一样 连带夸儿子有眼光 接下来 订婚结婚 一气呵成 王斌父亲去世的早 婚事是母亲一手操办的 婚礼是在徐家会某五星级宾馆举行 张婷的父母来参加婚礼 婆婆把十八线的小工人当成贵客 高远接送的 张婷感动得眼泪湿了又湿 婆婆疼爱老公 张婷的幸福常常忍不住就抢大腿 他怕自己在做梦 睁开眼 眼前的一切就消失了 蜜月刚过完 晴朗的天空就飘来了一大块大块的乌云 而婆婆就是乌云的地造者 蜜月的第二天 婆婆就换了一张脸 避开王斌 婆婆由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婆 瞬间切换成一个老巫婆 活日子就得脚踏实地 柴米油盐 你是王家的媳妇 就要遵守王家的规矩 我们老王家不养贤人 像你这样熬个粥 都能把锅烧坏的女人 我们供不起 从今天起 你得学着做家务 做老王家合格的儿媳妇 恒怪张婷就成了老王家的丫鬟 婆婆自升级为 指手画脚的慈禧太后 把张婷指使得团团转 张婷跟王斌诉苦 王斌就拼命示爱 我妈熬一辈子不容易 她现在更年期 你别跟着计较 她也没有恶意 也是想让我们生活得好 她年龄大了 这日子还得我们 细水长流地往下过不是 张婷做了家务 回到卧室 王斌就成了 伺候太后的小李子 她又是帮着张婷 垂背揉肩 又是一堆堆的甜言蜜语 反正王斌 让张婷觉得 她在婆婆那里 受到的委屈 都得到了补偿 所以婆婆的飞扬把扈 张婷都忍得下来 然而 人不是大度 能容天下 难容之事的迷了佛 那天婆婆是 幺蛾子太过分了 张婷情急之下 没绷住 到底是饱发了 婆婆让张婷 做红烧鱼 说王斌爱吃 婆婆让张婷买鱼 张婷买回来后 婆婆扫了一眼 就开始训斥 她买的鱼肚子大 一眼就看出来是母鱼 不适合做红烧鱼 这种鱼肉少 菜不多 你是想吃了 卡死我们吗 张婷忍了 婆婆让张婷杀鱼 张婷站在那里 迟迟不动呆 婆婆吼道 你处那干啥 你是让我这个 老太婆杀鱼吗 妈 你知道我对鱼过敏 我从来不吃鱼 也不敢动鱼 更不敢杀鱼 张婷抠着手指头 捏糯着说 婆婆一下子拉长了脸 十八线乡镇来的姑娘 别把自己当成斑豆公主 张婷只好硬着头皮 杀鱼 杀了鱼 她的手瞬间 就一片一片红了起来 随即就刺痒起来 锅里放了油 张婷把鱼放锅里时 溅出来的热油 又烫了手 也不知道是汗水 还是泪水 模糊了双眼 张婷手忙脚乱 把锅打发落 一地狼藉 婆婆彻底怒了 她的手指头 狠狠地点着 张婷的额头 恨不得戳出个 大窟窿来 你这是手还是脚啊 你能做点啥 你跟我说 你笨成这样 将来咋生活 咋照顾这个家 有了孩子 咋照顾孩子 嗯 就在这个时候 我门开了 王斌回来了 张婷的委屈顿时决低了 她冲我婆婆就喊了起来 我在娘家也是被捧 在手心里的 你干嘛这么欺负我 在家我妈妈 从来不这样对我 我说了我对鱼过敏 我受够你了 你们家就是皇宫殿堂 我也不想待了 王斌心疼地捧起了张婷的手 转身埋怨她妈 张婷对鱼过敏 她也不会作鱼 你还怎么逼她作鱼啊 王斌从来没有怼过她妈 婆婆听到儿子为了张婷 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 眼圈一下子红了 她蹒跚着 走到沙发跟前 捂着肚子 软软地坐了下去 张婷想着 吸睛婆婆又开始演戏了 张婷没想到的是 婆婆还真不是演戏 她捂着胸口 面色苍白 豆袋的汗珠子 顺着额头躺了下来 王斌忙不接地给母亲道歉 妈 妈 我真不是有意的 你别生气 以后我不会这样子跟你说话了 我一定让张婷 好好跟你学做家务 我们一定要好好孝敬你 不让妈生气 妈妈 对不起 母亲的样子 把王斌给吓住了 她满头大汗 又是母亲扶弄胸口 又是手忙脚乱的 为母亲喝水 张婷站在一旁 看了明白 王斌是慌了神了 看她手忙脚乱 又是给婆婆揉胸口 又是用手给婆婆擦汗 她顾不上生气 颤抖着手 拨打了120 安排婆婆在医院住了下来 张婷看到她躺在床上 叔叔小小的一团 她这才发现 短短几个月 婆婆好像一下子就变得瘦弱了 张婷心里隐隐觉得不安起来 平时只顾着跟婆婆置气 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关系过她 医生给婆婆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检查结构出来了 癌细胞已经全面扩散 病情比较严重 王斌顿时觉得天塌了 脑子里一片空白 呆呆地坐在了医院的休息椅上 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个不停 张婷陪着她安慰她 两个人打算瞒着病情 让老人能有个好心情 能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 婆婆也不问检查结果 她拉着王斌和张婷的手 叮嘱他们以后要好好过日子 家里的存折在哪里 密码是多少 每个月交水电费 煤气怎么交 哪个亲戚家孩子要结婚 送礼金多少 王斌这才知道 她和张婷刚结婚 母亲觉得身体不舒服 以为是操劳儿子的婚事 太劳累就没在意 后来她觉得扛不住了 才去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出来了 她胃上出了问题很严重 后来又去了另外一家大医院 复查了一次 还是一样的结果 而且发现得太晚了 治疗效果可能要大打折扣 婆婆之前有个亲戚 得了同样的病 她了解这个病的过程 又要手术 又要放疗化疗 病人承受的痛苦 是难以想象的 这种病如果发现得早 可以通过切除部分 为病情得到控制 而且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 婆婆要强了一辈子 她不想拖累儿子 治这种病 花不少钱 醉瘦了 多活一年半载的 也没啥意思 这种病通成 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人才两空 经过认真考虑后 婆婆选择了 隐瞒病情 听天有命 婆婆开始着手 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看到小两口刚结婚 张婷食指不沾阳春水 不会做饭 也不会做家务 她这一走 儿子该怎么办呢 到时候 儿子没人照顾不说 小两口再为了柴米油盐 闹起矛盾 小日子能不能过程 那都很难说呀 婆婆这么想着 心都要碎了 思来想去 这决定尽量让张婷 接替自己 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张婷 性子慢 凡事都是不缓不及的 而且明显对家伙不感兴趣 也没有打理家的意识 婆婆知道 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她决定做恶婆婆 婆婆把王斌的手 放在张婷的手里 听听 妈把儿子就交给你了 你们要相亲相爱的生活下去 尽快生个宝宝 一切就圆满了 你现在已经很能干了 妈很放心 张婷的眼泪 哗啦啦的就冒了出来 妈 你别乱想 现在医术这么发达 你一定会没事的 我们还要你 为我们带孩子 孩子还要叫你奶奶的 妈 谢谢你 谢谢你 最近教了我这么多 以前我不会的东西 妈 我爱你 一家人抱在一起 哭成了一团 婆婆也许时日不多 张婷和她婆媳缘分很浅 可是张婷知道 关于爱和成长 婆婆留给她的东西 也许够会想用一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我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呢 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华呢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华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